曾经因为吸烟的数学悖论 美国竟然不允许宣传吸烟导致癌症 这里是知识TNT 第一次听说信普森悖论的人会对人生产生怀疑 但是有一个经典的统计学悖论 第一次听说的人也会感到异常迷惑 而且这个悖论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吸烟会导致肺癌 对孕妇和胎儿也有害 但是在50年前 一些著名科学家曾认为 吸烟对某些胎儿有好处 而美国政府甚至在1984年之前 不允许宣传吸烟导致肺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一些研究发现 如果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体重过轻 那么母亲吸烟对孩子反而实现好事 这就是经典的出生肺肺论 对我们来说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基本诚识 但是要注意 我们的常识建立在科学界的共识上 在当时 科学界针对这个诡异的现象 战成了两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统计学家 雅各布 就是赞同吸烟对体重过轻的婴儿 有好处的一派 1959年 雅各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长期研究 他收集了超过1.5万名 旧金山湾居儿童的数据 包括他们的出生体重 孩子的母亲 适合吸烟等数据 但当时科学家们已经知道 吸烟的母亲生下孩子的体重 比不吸烟的母亲要低 而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也发现 低出生体重的婴儿 在人生童年的死亡率 是正常体重婴儿的20倍 不过同样是烟民的雅各布 想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到底成不成立 但是他所得到的数据 给出的结果 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吸烟母亲生下的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死亡率 要比不吸烟的母亲生下的婴儿低 因此如果只看低出生体重的话 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母亲吸烟反而有好处 在报告这个悖论时 雅各布曾经写道 这个悖论的发现 活斥了吸烟有害胎儿健康的观点 如果吸烟真的对胎儿有害 那么要怎么解释这个 令人困惑的现象呢 之后出生体重悖论 在近50年的时间里 难倒了许多生物学家和统计学家 许多人甚至把他看成 出生体重特有的矛盾 不过2001年 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中 美国国际环境卫生研究所 甚至流行病学小组组长 埃伦·威尔斯克指出 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 驳出了雅各布的观点 并证明吸烟对母婴是有害的 比如吸烟会影响氧气 通过胎盘的传输 出生时体重较轻的人 日后患有哮喘和高血压 或者智商更低的可能性 也会增高 但因为出生体重 能预测婴儿未来身心健康的取消方面 因此在美国 增加出生体重 就成为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一大举措 不过出生体重悖论 却一直没有被解决 直到2006年 博士顿大学和美国国家儿童健康 和人类发育研究所的研究者 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才提出了令人幸福的解释 原来吸烟的确会导致低出生体重 但是它的成因并不只有母亲吸烟一个 许多更严重的疾病 也会造成低出生体重 比如基因缺陷或者营养不良 这样一对比 在所有的原因中 吸烟算是伤害点比较小的那个了 反过来说 如果低出生体重的孩子母亲不吸烟 那么造成低出生体重的原因 往往会比吸烟更严重 因此孩子的死亡可能性也会更高 不过历史上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统计学的大神费希尔还曾为吸烟证过名 由于他本人就是老烟枪 为此费希尔还在1957年写信 给宣传吸烟导致肺癌的英国医学杂志 声称这是统计文盲在制造恐慌 因为统计学大佬亲自为烟草站台 所以当时科学界也在这个问题上抓耳挠塞 争论了数十年 而美国政府到1984年 才出台了吸烟导致肺癌的宣传语议 实际上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因果链的确认 靠的是大量研究证据 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新一代的统计模型 他们最终说服了绝大部分科学家 确立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因果链 谁能知道吸烟导致肺癌只有六个字 但是这六个字的证明过程却这么复杂呢 好了 知识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